哈喽, 欢迎大家回到主页的频道 今天呢在这一期的German Talk里面呢 主力要跟大家介绍一些常见的办公室用语 那希望对今年如果说你准备在德国上班工作 或者是已经工作的年呢 有一点点帮助,然后了解更多的词汇 然后再工作起来也更加的得心应手 那如果你对今天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今天呢我会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些常见的短语 然后最后是一些常见的单词就是名词之类的 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在办公室用到的一些东西 那首先作为一个职场小白 如果说你刚进了公司的话呢 你一定会听到这句话 一定一定 就是你第一天然后同事一定会问你一句话 就是Comes du good for 1? Comes du good for 1?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进展的如何怎么样 就是刚开始顺不顺利啊之类的第一天上班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都会说说yeah 就是说一切都进展的很好 然后有进展这样子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再多说几句 就是啊呀 也就是我的组长把一些事情都够解释得很清楚 那我也就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如果说你真的没有Comes du good for 1? 那你也可以说 嗯, leider nein 我也没有全部都懂 你就说很遗憾 我也没有全部都懂 因为很遗憾 我没有Comes du good for 1? 也是因为我没有把所有东西都懂 都理解 这样 然后呢 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动词呢 叫做antragen antragen是说我们把什么东西然后填到某个里面去 对,然后呢一般来说呢 它跟经常会用的一个名字就是甜蜜 我们经常会说啊 那我现在把这个甜蜜放到我的日历里面 那我们就说 啊, ich habe den甜蜜 in meinen kalender angetragen 也就是说 嗯,我把这个甜蜜放到了我的 就是已经写下来了 然后我把它记下来了 对,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说 就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Excel表格的时候 也可以说啊, ich habe die Zahlen in dieser list angetragen 也就是说我把这些数字呢填到了这些Excel表格里面 好,这是第二个 嗯,我觉得很常见的一个动词 那,嗯,第三个呢 就是各种会议的表达方式 就刚开始我们常见的 大家都可以知道 Das Meeting Die Bespression Das Gespräch Die Wittung 然后Die Konferenz 那现在呢 是因为Home Office 所以说我们还会经常常见的叫做Tekle 它是Telefon Konferenz的缩写 然后也是Die Tako 因为是Die Konferenz 那这个Die Tako呢 嗯,我之前 经常可以在很多Calendar上面都有看到Tekle 我一直以为它是个项目的名字 但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它是电话会议的简称 那Tekle 就是一个 大家一定会很常见的一个 动词的一个名字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Kore 就是DerKore 然后呢 比如说,有时候 同学有些很忙的 他就说 Ich bin gerade in einen Kore 或者是Ich bin gerade in Kore 就是说,我现在在打电话 对,就是这样子 嗯 那大概这就是一些 会议的这些单词 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很常见 你经常可以说 Er ist gerade in einem Gespräch Ich bin im Gespräch Er ist in einer Besprechung 就是 大家一定会 就在办公室里面一定会 经常听到这些 他在开会 我在开会 好 那接下来呢 是第四个动词 叫做Ferstellen Ferstellen什么意思呢 它是调节的一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 Steer euch mal vor 现在呢 你刚进到一个办公室 那你这个 这个凳子 你会觉得不是很舒服 你会觉得有点高 或者有点低 那我想 现在想把它调高一点 或调低一点 那这个动词呢 叫做Ferstellen 就是 一般来说 你到办公室第一天 你都会要调凳子 跟就调桌椅的高度之类的 那如果你想要让同事 帮你忙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请求说 啊 或者是你要问他 就是说他可不可以往下调 或者是怎么调 就是说 ah kann man den Stuh ein bisschen nach unter verstehen 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 我可以把这个往下面调一点吗 或者是 wie kann ich den Stuh ein bisschen nach oben verstehen 就是 我可不可以把它往上调节一下 对 对 那这就是第四个 第五个呢 是关于请求的常用表达 就是说我们 经常会在办公室里面遇到就是 啊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下那个事情 或者是怎么样 你给我说一点事情 一点我需要的信息之类的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需要用二需 就是用 kontestu kontestu 比较礼貌的一种请求的表达 就是说 kontestu mia bitter 你打白heaven 就是你可不可以帮我来就是帮我一下 这样子的 或者是另外一个常见就是英文的 你看you do me a favor 然后在德语里面就说 kontestu mia ainen gefallentum 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来就是 帮我一个忙这样子 好那回答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 百分之七十吧 你都会说geana vea gerne 就是我with pleasure 我非常愿意来帮你 那如果说你真的现在没有什么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就这样回答说 sorry ich bin leider heute the foolish ausgelastet 就是说我现在今天真的很忙 没有时间 或者下个来的看了菜 对吧 你都可以就是直接这么说 或者说你给他一个建议 vielleichtfragst du ma 你问一下他 可能er kann sich das besser aus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打电话了 这个非常的重要 在办公室里面 我们多多少少都会要打电话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很紧张 我可以理解 就是我第一次拿到电话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很不在状态 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然后又很紧张 害怕自己说错 害怕自己说了 人家听不懂 好那就先放轻松 首先接电话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按照流程来 就是要报自己公司的姓名 然后说guten tag 然后呢 就是一般是报公司的姓名 然后再说自己的姓 然后再说guten tag 一般人呢接电话 可能会把前面后面都省掉 直接说自己的姓 那比如说我姓 那比如说我姓 比如说我是方 然后呢 我又在 我在比如说我在一个公司 叫做PTS 就假如这是一个公司的名字 那我就会说PTS Müller 就是一个比较简短的正式的 在办公室接电话的一个用语 那你也可以说Müller Guten tag 然后或者是Müller 这样都可以 好 那一般来说呢 嗯 我们可能也会去接同事的电话 比如说他刚好现在不在座位上 然后他电话响了 那我们肯定要去接 然后接的时候呢 你就会说 然后他就会说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Müller 人在吗 我想跟他讲电话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说 Der Herr Müller ist der Kader nicht am Platz 那现在不在座位上 或者是 Er ist Kader nicht im Haus 或者是 Er ist Kader nicht im Büro 或者是 Er ist krank 对吧 Er hat sich krank gemeldet 就是这样都可以 那 这是第一个比较常见的 我觉得是他不在座位上 然后呢 我们就会 我会再去询问说 我可不可以帮你转达一些事情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说 Kan ich für sie etwas ausrichten 这个 ausrichten呢 就是一个转达的意思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动词 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如果说 他说你要他给我回个电话 好 那我们这边就会说 我会把这个转达给他 然后这句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Alles klar Das richter ich es im aus Das richter ich es im aus 大家记住这个语法 就是 es im 我把这个转达给他 Ich hechte es im aus 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说 最后的电话机 我们就说 Ich wünsche Ihnen noch einen schönen Tag 或者是说 呀 怎么怎么样的 或者是他给我们 Wünsche了一个 一个 schönen Tag 我就说 Danker ebenso Danker gleich was Danker das wünsche Ihnen auch 对就是 非常官方的 非常礼貌的 一个跟客户交流的 打电话的异常用语 对 然后呢 接下来如果说我的同事 Müller回来的话 我就不应该讲说 这个Firma 的人 要让你回电话 那这里呢 就是说 Müller von Firma R hat einen Hockhof Gebeten Gebeten 就是 Gebeten 是Bitten的过去分词 然后它也是蛮常见的 大家记住不要说成Gebetet Gebeten 它是Bitter的过去分词 Gebetet 就是Bitten的过去分词 就是 祷告 祈祷的过去分词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Email 在Email里面呢 我们比较常见的 跟Email联系在一起的动词呢 有三个 大家记住第一个呢 就是Schicken 就是我发了一封邮件 那第二个呢 就是Weiterleiten 就是说 嗯 我把这个邮件转给了谁 或者是第三个就是Antworten 我有没有回这封邮件 好 那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我跟你说 嗯 我给你发了一封邮件 你要看一下 那怎么说呢 Ich habe dir eine Mail geschickt Show es dir mal an 这个 sich anschauen的 这个可分动词 然后加反生诞词 反生蛋 代词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 你几乎 可以每一天都听到 这个 ich schau es mir mal an 我来看一看 schau dir mal an 我 schau dir mal durch 你把这个看完 就是 durch 你看一下 就是schau dir mal an 就是看一下的意思 好 那比如说我收到了你的邮件 怎么说呢 就是 ich habe dir eine Mail bekommen 或者是 gekriegt 或者是 er hatten 这些都是可以说 我收到了你的邮件 或者说 我刚才把你邮件读了一下 就是 ich habe dir eine Mail 或者是 geliezen geliezen 然后它也是 收到读了的意思 或者 geliezen 都可以 好 然后呢一般来说 viterleiten 就是要转发 那这种转发呢 会加一个戒词 叫做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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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如说我给你转了一封邮件 我已经转给你了 就是 ich habe eine Mail an dich 记住大家记住 这个an一定加的是 accusative 就是an dich lighter geliezen 好 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些 常用的办公室常见的名词 那比如说首先呢 登 大家应该都很常见 然后中文呢 就叫做定书期 那德语呢 就是der taker der taker 然后也是de taker 就是它的单数跟负数 都是同一个词 叫做taker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常见的 嗯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打动的呢 叫locher 就der locher der taker 我的locher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 嗯 这个呢叫做cleverband 然后是das 然后有小的 就是我们经常也会见到的cleverband 然后呢 这个呢就是cleverstift cleverstift 我有种 他居然他耳朵能对焦啊 嗯 可以可以 yes cleverstift 这个叫做der taker 也是d taker 这个是单复书一起的 der taker 然后呢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 这是我们的文件夹 它叫做d taker d taker 然后复数加一个n 就是d taker d taker 这里面就是像是这样子的是文件夹 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它里面是一张一张的这样子整理好的 就叫做文件夹 嗯 也可以说是档案带 叫d taker d taker 然后呢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这个 大家看到了吗 它是这样子的 一定要用loher把它就是钻洞的 然后放进去呢 然后这边还可以写上一些就是标签 这个呢叫做der ordner der ordner 然后复数呢是d ordner d ordner 我们每次就比如说在我们的电脑里面所存的ordner呢 也都是这个文件的ordner 就比如说啊 das kannst du im ordner b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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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en 你可以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找到这个东西 好那呃常见的呢就是这些了 呃其他的呢我会在就是下面贴了一个图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还有一些常见的名词 那希望今天的视频会对你们在办公室里面有更多的帮助 然后呢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也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然后留言加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竹丽 我们下期german talk再见咯 Cheese